来 我们请出求职者 朱家燕 江西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哈喽 各位企业家好 我叫朱家燕 01年出生在新疆 现在就读于江西科技学院 大三学生 明年毕业 我的求职岗位是销售 或者主持类的工作 我更倾向于销售 因为我认为一家公司 不管它大小 不管它的规模 它都是需要一个优秀的销售员 所以我相信我就是各位企业家 正在找的那个优秀的销售员 谢谢 好 欢迎你 家燕 欢迎来到为你莫属 我注意到二位人力资源专家老师 中间做了一个男生 那是你男朋友吗 我哥 我是这位选手的哥哥 我叫朱江 我现在在天津的一个建筑 施工单位 当预算员 好 家燕 今天来非你莫属 想找一个销售的岗位 然后又觉得主持人也挺适合自己 是因为我就是销售和主持一起在做这样 二十岁 哇 好年轻啊 你当下有什么人生梦想 想先在新疆买套房 买套房 给谁买 给哥哥买 我不管买给谁 然后先买着 然后再说 那我可以吗 这个再说吧 再说 为什么 为什么 给自己一个这么宏大的目标啊 因为没有目标 我为什么要前进呢 说得挺好的 你是学土木工程的 你为什么想干销售 就大家都觉得土木工程是搬砖的 但是女生下工地的确实很少见 所以说我觉得土木并不是很适合我 来 异象岗 一个销售一个主持 你先说说 你怎么就觉得你适合销售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销售的经历吧 就是之前在一家教育机构 做那个市场专员 他们就是做市场递推的嘛 就是面对面的和不同的人交流 然后让别人留下他们的电话号 和个人的信息这种 然后那一天要了102个电话号 那你算是最多的咯 对 你比你身后的第二名多出多少啊 他们最多应该也就要个30多个吧 你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因为我平时会看一些书嘛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 看什么书 销售类的 还有那些销售心理学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 然后会抓住每一个 比如说上一个客户他拒绝我了 我会想他为什么会拒绝我 是因为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 或者说是因为什么 其他的点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会去想 你比较注意方法论 对 那你跟你的小伙伴比起来 你认为是态度的问题 还是技巧的问题 我觉得态度和技巧都有吧 那你占了多少 态度和技巧 我觉得我态度应该占六分左右 你在大学里还做过哪些 和销售有关的兼职呢 有没有带来相关的资料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有 我有一个PPT 这个是我在就是我们家是种地的嘛 我们家种苹果的 然后我这些是在朋友圈里宣传我们家这个特产 然后这个是我主持的现场 因为我其实做了一年多的主持了 所以我希望我这个意向的职业就是主持和销售嘛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 有一个岗位能结合销售和主持人的两项功能 就是网络主播 你考虑吗 可以考虑 我还是想再问你一句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销售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当你成交某一位人 某一个客户的时候 你会很有成就感 那你们我们展示一下 你要电话号码你会怎么去表达 比如现在这个你要大学老师 对吧 你要找他要电话号码你会怎么去跟他沟通 宝宝家长您好 可以免费送您的气球 这是 这是免费送的没有关系 然后会送给你的宝宝 您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是我们有国外的老师 专门来教这个小孩子 是英语启蒙的 地点的话就在旁边这栋楼的13楼 对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免费 然后您这边的话可以填写下电话号 到时候我们会根据您的时间来 跟您预约一下您的时间 他们都这些外教 都是多大年纪啊 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些外教老师 多年轻啊 我宝宝才三岁 跟您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 对对 我55我老来得子 您要跟我差不多的话 你跟我的孩子还是有年龄差距的 但是您看着年轻 看着好像就跟二三十岁一样 行 我填了 咱就去吧 我觉得考察到这儿就行了 其实我认为销售这件事这个工种 我认为它是需要有一定天分的 这个女孩身上就有好多天分的适合做销售的 第一个就是她的外表 爱微笑啊就这种亲和力 第二点呢就是她头脑灵活 大家能感觉出来啊 第三点呢就是她有很强烈的欲望 这点我觉得销售里边最重要